来 我们请教一下张胜书老师 哪些紫微命格的人 容易遇到很会照顾人的另一半呢 是 其实新手妈妈真的不容易 因为多了一个身份 从老婆又变成妈妈 这两个身份有时候常常会打架 但是我们从夫妻宫来看一下 就是另一半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面对的 第一个我们看到夫妻宫 由子为心的朋友 所以你看Makio 他的夫妻宫是七煞 可是他的对宫有一颗子为 这样可以算对中一半 可是他事实上是有一点差异的 也就是说他的子为落到事业宫 或落到夫妻宫 有一点差异 差异在哪里 子为这颗心是帝王之心 但是他就唯我独尊 所以你看他落到事业宫的Makio 里面还有一颗佐辅心 有没有看到 传统算命会说 子为没有碰到佐辅或右臂叫做孤君 唯我独尊的人 是不是就会变成刚毕自用 如果没有人来帮你 是不是就叫孤君 因此帮到佐辅的意思也就是 我容易找到辅佐我的人 所以他落入事业宫很好 可是落到夫妻宫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因为事业的辅佐是什么 比如说家庆君旁边有这个何篤林 能力很强 你一定挑能力嘛 可是老公却不一定是挑能力 老公你可能更要求的是 他对我很温柔 很体贴 这跟能力是不是两件事 所以这时候 可能老公是非常来照顾你帮你 可是你却觉得不够 对 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就变成 为什么他的夫妻宫是妻杀 而对宫是子惟 因此心中就会有遗憾 不满足 你看尤其是刚生完小孩的妈妈 就是最容易发脾气的时候 都是他们害的 对不对 这时候不发什么时候发 可是在这样的状态 因为又有个小孩出来 双方其实就更容易有冲突出来 所以我觉得刚刚Markio很棒的是 你会有一个转念去想 其实他也很辛苦 对 光这个想法其实就差很多了 否则子惟往往会显出 这个人能力不想fire他 能力很好 他能帮我赚钱 没关系 受委屈都可以 可是在夫妻之间就比较难 受到这种委屈 OK 再来第二个是太阴心 两位都没有 太阴这颗是高EQ的心 夫妻之间EQ很重要 因为说实在的 夫妻之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情绪 当情绪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情绪对撞 那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比如说你大声 他就甩门 这下小事就变大了 对不对 是 可是高EQ的人是怎样 你大声 他微笑 他先避开 你甩门 他就跟门秀秀 对不对 那很令人生气 对 对 你应该来秀我们 干嘛秀我们 你大声的时候他在 对 没有 就是欠骂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这一照真的很厉害 对 这很好 不会吵架 有时候就再装小孩了 对吧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 人真的很难满足 我刚刚讲的时候 已经高EQ了 你还要更高的EQ 那算了 晚了 再见 甩门了 可是实际上人就很难 可是你高EQ 是不是大事就会化小 对 所以我们讲EQ 后天是可以学习的 但是你可以碰到 先天高EQ的人 是不是你就会觉得感恩 这时候双方的相处 就更容易了 再来第一个 夫妻宫有天同心的人 你看允杰 你是不是有一颗天同 还有一颗巨门在里面 天同就是容易碰到 有耐心的人 我老公很有耐心 你想想看 你老公真的是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可是你更不爽 所以这时候 那个巨门在作衰 我就是要挑剔他一下 为了就是那个 可怜的自尊心 优越感 我不挑剔他 好像我就输他一样 我为了他付出这么多 你看生小孩多累 所以我就一定要去挑剔 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天同这个的耐心 有时候耐心 也是会被消磨光的 或是说 由于一个人有耐心 他就耐心用不完 不 他还是有他的极限 可是这三个 是不是都是容易碰到 另一半很会照顾你 照顾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小心地去辨别 尤其是 你同时又有事业跟婚姻 两个夹杀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这两个身份就更难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新手妈妈两个身份 于是就更麻烦了 同样的 现在的女强人特别多 事业跟爱情两个合在一起 这时候看男人 眼光又常常会混淆 所以一定要去小心地去注意 真的 好男人都有 但是往往是被逼成坏男人 来来来 这个新手妈妈家里问题都很多 慢慢谋合说 允杰你跟老公在带小孩 意见不同 有很多意见不同的时候 宝宝哭一整晚 你就很担心 就老公他觉得说没事 对因为 我觉得母性跟父性有点不一样 母性是你只要小孩子躺在旁边 因为他一哭你胸部就会痛 所以你也没办法睡好 真的假的 对 你胸部就会有感觉 就会一哭 我是喷奶 对 真的吗 我会喷奶 我以为是开玩笑的 但是真的 真的是 好像那个红酒这样被泼到 或者牛奶被泼到 对 真的是 像瀑布一样 所以母子连心是这个道理吗 就是他一哭 或者想到他等一下要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出来了 我是这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 我的个性就是 一听到他嘻嘻哈哈 他可能也没有大哭 他只是在翻身或什么 你就会惊醒 想说看一下他在干嘛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所以你整夜整夜整夜 其实他根本没有吵你 你就会一直醒一直醒 然后后面就是他有时候哭 哭 然后老公就他可能已经太累了 我太累了 整个晚上都这样 然后他就会说 不然你让他哭一下 因为你可能他一哭 你就马上抱 他一哭你就马上抱 不然你让他哭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他讲的也有道理 不然我就放松一点 我就让他哭一下 就哭一哭哭哭 突然没声音想说 老公讲对了 真的不哭了 结果一转过去 啪 他整个奶吐到他全身跟床 全部都是 然后我就哭 我就又哭了 因为我就想说 如果不是 他哭了 他不哭了 就是我没有 就是如果不是我听老公的话 不要理他的话 我就能感受到他的不舒服 我就可以及时 可能把他抱起来 他吐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什么 影尼是不是 就是没有 应该没有拍 有拍完了 但是他可能 就是还是不舒服 就是上气 哭得太厉害所以吐了 所以吐了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就是老公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说 我不照顾小孩 或是他不起来泡奶 或是他不起来帮忙喂 可是人是 人就是人 人会被哭声弄到 就是你真的会失去理智 我那时候就问他 我就那时候看着小福星 我就说 你到底在哭什么 其实我也没有很凶 你们就这样凶他而已 对 我就说 你到底在哭什么 但是我就很大声 那是我第一次凶他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他其实 后来就看到他吐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可以 我干嘛凶他 真的好想知道他在表达什么 我真的很想知道 回头打老公 对不对 有情绪就打老公 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了 有一点是对的 就是我以前是有公主病的 独林哥也觉得 我以前有公主病 可是我生完小孩 结了婚之后 我发现 那些公主病就不见了 就是我会一直为老公想 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现在应该打老公吧 就是 为了老公想是要打哪里的 不是 其实我以前想打就打 可是我会觉得说 现在就会觉得说 可是我累 我被吵到 他也被吵到 没有谁比较好过 你就会觉得说 有气也无处罚你知道吗 因为你也知道他很累 所以妈妈也哭 小孩也哭 对 都没有人教你说 怎么带小孩吗 像你这么小的朋友 有 就是很多人给了很多的方式 例如说像奶粉可能 例如奶粉不对 或者是他可能半夜长脚痛 脏气 或者是他便秘 或者是他正确有人说 即使彼此 即使彼此有一点点 他觉得痒痒了 他也哭 因为他没有别的表达方式 他也没办法去处理 他只能哭 但是你全身上下都看了一个遍 你还是找不到 你为什么在哭 你这么乐 老公都不请老公出来帮忙的 没有 因为我老公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神队友 只是那种神队友是 你反而会觉得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改进我们的状况 因为我们两个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些废话 应该吗 不是 我们两个都住在一起 然后就算你隔壁房间 小孩子哭 你还是会吵到对方 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是轮班制 就是例如说一个人睡十点到四点 四点换一个人在顾 我讲解我前面是这样 对 可是问题是 因为你会希望 如果你真的爱对方 就变成说我跟我老公 目前还是爱对方的 就会希望不要吵到对方 就是你会 譬如说如果你一个人在家 你一个人顾 他可能哭个五分钟 你觉得还好 但是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很累了 他好不容易换他休息了 你就会一哭去马上抱起来 然后如果他哄不了 你就会觉得完了完了 他吵到老公了 老公已经一个晚上没睡了 他一定很累 然后 那你可以出去啊 我跟你讲 今天来录影前 我今天迟到 是因为我让老公去睡觉的时候 我就怕吵醒他 我就一个人推着小福星在社区 一直走一直走 因为我想说 如果是我 我会希望我好好的睡一觉 再去轮班 那既然轮到他睡 我就不希望我的小孩吵到他 我就一个人推着婴儿 婴儿车在社区走 他没哭你也在走 那你这邻居很可憐 就一回去就哭 等一下告里长 我跟你讲 不是 他出去就不哭了 他坐在车子上推出去 他就不哭了 但是回家就哭了 就你走了半个小时 然后回家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 他发现不对了 适合去露营 换露营车 因为我也是就是后来改变就是 就是带小孩子的方式 怎么改 怎么改啊 就是你自己照顾就好了 你懂为什么 那你叫老公去睡旅馆吗 不是啦 就是老公你可以在这个房间睡 你就不会被吵醒 因为我现在就是专心要照顾小孩 所以你去工作 你就不要那么累 对不对 就是好好的 你就也不用 因为以前我们都会去要求 对 帮我换尿布啊 该你了啦 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会吵架嘛 对不对 我已经换了两次尿布 你知道吗 之类的 就是会有什么小事情 就一开始会生气那种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觉得说 真的是老公也很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不是人类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 应该是不知道被附身 还是干嘛 反正就是看什么都不顺 但是就后来才发现 其实老公真的很努力在陪着我们 然后被我们对待 讲了什么一大堆双双双参 因为他都要承受 对 我只是后来才发现 想说我讲太过分了 或者什么的 对 可是当下那个 就是不是我老公 对付谁 对啊 才会这样生气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睡命吗 详情请上 脸书官方粉丝团